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各位母鸡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副总编辑莲士尔 今天我们的早餐汇报又来出外景啰 那这里到底是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吧 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苗北易文中心 那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 因为其实10月啊 这边就要办第一届的苗北艺术节 那我们就请艺术总监林佳莹 来跟我们介绍这次苗北艺术节的内容 总监好 字瑶好 慕吉克早餐汇报的朋友大家好 那你那个艺术节之前 先讲一下苗北艺文中心这个地方好了 苗北艺文中心它是在苗栗 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熟悉 但是好像感觉上都听过 知道说好像苗栗有一个 长得还蛮现代的一个场馆 但是对于说里面到底有什么场域的设备啦 大家不是非常的认识 我们也想说借这次苗北艺术节的部分 让大家不但能够认识这个苗北艺文中心 也能够进来欣赏看一些表演的活动 而且听说苗北艺文中心 其实已经成立快要10年了对吧 对我们明年是第10年 所以它是一个算是还蛮新的场馆 但是也已经是还蛮稳定的一个场域 今年年初上任这个艺术总监嘛 我想应该就是那个时候 就开始规划下半年的苗北艺术节 那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会想说 一开始就要弄一个艺术节 这个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场馆 其实它一定有它的一个品牌 是需要被建立的 比如说不管是两厅院啊 那时候或者是歌剧院或卫武营 大家其实都会对它有一个 品牌直接的想法 但是对苗北好像大家觉得 嗯那边有一个白色的建筑物 但是不会觉得那边是有什么东西 一些品牌的发声是让大家有一些概念或印象 我觉得这个场地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它有演艺厅 有展览馆 所有表演场地都有 我会想说用什么样的方法是能够让这里的场域 它的一个专业性可以被看到 然后又可以有一些活动能够让民众对苗北这个品牌 可以有比较好跟快速的路径可以让大家去认识它 那这当然不只是包括苗栗在地 而是希望说 藉由我们这个苗北艺术节能够以苗栗为主 但是包括新竹甚至北中南大都能够过来这边 也能够关注到这边的艺文活动跟场域 请总监跟我们聊一下苗北艺术节这次大概的规划 这一次我们大概分为四个主軸 首席名家 经典交响 国宝大师跟跨界共治这样四个系列 那会以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有一个展览馆嘛 我们可以先从国宝大师这个部分来介绍 苗栗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艺丝 包括木雕啦或者是摇蛇摇这些 非常多在地的艺丝等于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 当然我们在苗栗的话是绝对是不能够让这些在地重要的艺丝 他们的作品是没有被看见 所以在我们这次的展览当中 因为我们楼下有一个蛮大屏数的展览室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借由这次国宝大师 因为张宪平老师他是一个主编大师 那他算是在我们台湾的公益成就 得到一个公益成就奖还有国宝大师奖 是一个非常高度的肯定跟浓郁 所以我们希望这次能够借由张老师在地耕耘这么久的作品 能够被看到 那这一次我们其实为了张老师的作品 我们也去介展 其他他在馆长的一些重要作品 介展回来我们这边 让他的作品可以更完整地呈现 国宝大师是比较视觉艺术方面的 对 那在表演艺术的部分我们大概就分为首席名家 经典交响跟跨界共识 其实我们都知道室内乐跟交响乐 算是音乐的类别当中大家最常会接触的 有些人喜欢交响乐因为它很热闹 有些人喜欢室内乐因为它很精致 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两个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首席精英就是邀请国内两个交响乐团的乐团首席 NTSO的乐团首席跟TSO的乐团首席 节目其实在当初设计上我觉得还蛮有趣 就是说因为一般乐团首席其实两个不太会 望不见望这样子 对对比较少会碰在一起 上次因为我们跟北市交友有一些合作 就是说如果把两位乐团首席能够邀请 共同有一个室内乐的演出的话 呈现的一个精致度跟诠释的风格会不一样 所以这一次当然这两位首席在节目的安排 从两位的二重奏 然后到包括邀请了丁心如老师 赵怡文老师跟黄日生老师 不管是二重奏三重奏五重奏 这些都能够呈现不同的一些室内乐的风貌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因为一般我们讲乐团首席的室内乐 通常都是同一个乐团 对对对对 比如说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首席联合起来 但是这次是一个跨乐团的合作 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的 接下来介绍的是黄俊文老师的一个音乐共有 俊文其实这几年在国际间室内乐的发展 是真的还蛮受大瞩目跟肯定的 这边补充一下 他现在是纽约林肯中心室内乐协会的成员 可以说是全世界这个室内乐最顶端的演奏甲了 对而且他也是今年NSO乐季的祝团音乐甲 因为我也认识俊文蛮久了 所以我觉得说这次我来这样新的场馆 然后他可以跟NSO的这些乐团老师一起在这边演出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让大家在室内乐组合的多元貌当中 又可以有更多的认识 大概首席的部分是这样子的一个架构的安排 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在看节目的时候 最有一个惊讶是经典交响的部分 因为其实这个经典交响它在一个礼拜以内 是邀请台湾三大音乐团都在苗北演出 各有一场音乐会 让我觉得苗北的观众其实非常的幸福 对其实跟我熟识的朋友都知道 我在交响乐团工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已经超过30年了 对交响乐团它所呈现的感动跟记忆 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当然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感动 跟交响乐所呈现的这些不一样的风格 能够让苗栗的朋友 还有艺术节能够多这些养分 经典交响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我也蛮幸运的 因为跟国内三个最代表性的职业交响乐团 一个当然是我的良家团 然后另外两个团 北四郊跟N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有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关系 那所以这一次当我要规划苗北艺术节的时候 跟这三个团的团长 邀请他们来做演出的时候 不管是刘团长和团长 还有文程执行长这边 大家其实都非常的帮忙 在时间的调配上 也都给我们很大的协助 在整个曲目做了非常多设计跟安排 所以这我觉得是蛮幸运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N的时候 他们出了钢琴协奏曲 曲目也有客家的一个作品 在国台交的部分 他们是用国人创作 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台交 其实在国人创作做了非常多推广 那他们这次是邀请杨忠贤老师的 三水舞合作品 做了非常新样貌的一个呈现 再来是北市郊 首席指挥英报跟曾宇谦 都是在这一次的经典交场当中 非常不同样貌 但是又非常经典 还有非常热闹的一些曲目 安排让苗北艺术节的观众 能够认识跟喜欢这样子 对 而且就可以在一个礼拜里面 你看三场 你就可以把台湾三个最主要的职业乐团 都收集套路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是个非常值得大家 一次收集三团的一个节目 集满三点 对 那再来是跨界共志 跨界共志里面其实有两个 有点不太一样 但其实都蛮有趣的音乐剧场 一个是绿岛小夜曲 一个是千年度摆设 那这两个节目又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能够也设计一些大家看得懂 看得不辛苦的一些剧 比较轻松的去认识 绿岛小夜曲 其实我自己本身看了两次 我觉得剧情的架构 跟音乐的呈现 特别是周兰平老师 他的一些作品 都是让大家听了 能够很有共鸣 尤其是像当浦学亮 加美琪或者五十爱 他们这一次 所唱出来的这些曲目 大家听了一下都会觉得 原来是这一首 比如一朵小花 或者是梁山博注音台 这些曲目 大家都有一些记忆 是跟那个年代结合 这一次果头剧场 他们在设计作品的时候 其实也有顾虑到年轻的族群 所以他们在整个曲目风格上面 他们不会让人家觉得 那就是老哥 就是老人去看了 他有一些年轻人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所以你会觉得说 老人去看 其实他看的是回忆 跟他所熟悉的一些故事 来跟这个音乐融合 可是年轻人会觉得 原来这些曲目是可以用 比较现代的一些配器法 来做呈现 所以我想把这样的一个剧 带到苗北 而且是果头跟北市教共赐 我相信两个非常专业的单位 他们所呈现的 确实是很值得让大家去欣赏 而且他其实完全是用这个 交响乐团的编制 来去做配乐 或者说可以做伴奏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让 一直存在在我们记忆当中的 这些老歌 他真的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新感觉 对对 所以这个新生命的呈现 我觉得是蛮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 唐美云歌仔戏团的 千年度白蛇 这次邀请的是 他们的闪耀青年团 对我们来讲 白蛇的故事 大家都非常熟悉 你怎么样藉由传统的一种呈现 让大家在竞剧场里面 去观看他的一些 这个故事不同背景的一种 导演呈现的方式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 而且再加上说 我们这边其实在 闽南的客群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有一个传统歌仔戏 能够让当地的民众 也能够有多一些 选择进剧场去认识 这些传统的歌仔戏 所以我们在整个节目 系列跟铺层上面 基本上我是做了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安排 没错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当你来看节目的时候 楼下还有展览 可以一起看哦 看了一档 其实可以兼加一档 那我就很好奇 这个展览空间 跟苗北艺文中心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呢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有 一个演艺厅 一个实验剧场 然后还有一个展览室 跟一个艺朗 那当然其他还有包括 试镜中心这些空间 那我们就请总监 来带我们逛一下 苗北艺文中心 好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 实验剧场 那实验剧场它其实对于一些 比较小型的室内乐 或者是像传统相声啊 或者一些比较实验系 小剧场的呈现 在这里其实有两百多个位置 这些座椅都是能够做移动的 可以针对不同性质 演出的呈现来做安排 那我们刚从这个实验剧场走出来 原来这里就是一个展览空间 对 其实我们实验剧场出来 这边是我们的地下一楼 那地下一楼 除了这个展览空间 是一个艺廊以外 那边还有一个侧廊 是我们常常会跟 山益木雕博物馆合作 是比较定期性 除了这个场域以外 旁边还有一个视听中心 跟一个平常有时候 会有一些手作课程 比如说这边有展览 然后我们就会安排手作课程 所以苗北艺文中心 真的不是我们想象 只是一个表演场所而已 它其实是一个真的很综合型 好像有点艺术 或是美术馆的这个感觉 对对对 我有一直强调就是 它其实在视觉跟表演艺术 两个类别当中 都有去顾及到 非常完整 可以办活动的一个空间 我们刚从艺朗走出来 结果这里有一间这么大的展览室 这就是到时候 张倩萍老师会展览的地方 对对对没错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功能性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些 互动啊 包括看影片这样的一个区域 所以来苗北的时候 不要忘了来B1看一下 现在有什么展览 都很值得来逛一逛 最后我们就来到了重头戏 就是演艺厅了 现在大家所看到就是 苗北艺文中心 最重要的一个场地 就是演艺厅 这次我们艺术节 所有的演出的团队 就是都在这个演艺厅 那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演艺厅 音响效果非常的好 它有1090个位置 在整个的场地 音响结构跟舞台深度 包括说它有一个乐池 其实都是对于 各种形式的 标准音速活动来讲 它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场域 而且我还听说 这演艺厅有一个钢琴室 我们这边有一个 钢琴专门住的地方 而且里面住了很多台钢琴 这个也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很棒的一个资源 就是我们有两台 Standway 还有三台的 Kawaii 但是都是Grandall的钢琴 所以非常希望说 国内喜欢钢琴的一些演奏家 能够多来弹一下我们的钢琴 因为我相信 以这么好的一个音响效果 跟这么好的钢琴 我们很希望能够 让大家多多的使用 好 刚刚看到苗北艺文中心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兴奋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大都会之外 还是有这么好的表演场地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欣赏苗北艺术节 那最后请总监跟 想要来看艺术节的观众讲解话 很希望苗北艺文中心 能够成为大家 来到这里苗北亭看厅 成为全民艺术欣赏的好中心 对 而且还不能错过 看起来这么好吃的客家早餐 那么就期待在苗北艺术节期间 在这里见到大家啰 母亲早上汇报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今天早上汇报特别片 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 麻烦把我按个赞 或是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母亲早上汇报 下次再见啰